一说到中国文化 很多人都翻出五四的调整 把中国文化通称为封建招破 相当于到西郊水的时候 连同孩子一种道理 真正的中国文化 它发源于何图洛书 它的源头是周易 我们现在知道周易呢 它传世的只有一本 据说是周文王坐牢的时候 总结出来 其实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归纳 那么在这之前呢 还有两本 一本叫连山 一本叫归藏 那么主流的说法是 连山和归藏都已经失传了 所以现在流传至今的 只有周文王做了这个 作为一个总结性的研究 易经的这么一个结论 他从来没有说过 周易是他写的 后人把他视同为什么呢 周文王读易经 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总结 易经这个东西呢 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国文化的源头 你不管是儒家也好 道家也罢 都是法源于他 那么 欲经呢 他分六十四卦 后人把它加了一些东西 两仪啊 三才啊 四相啊 五行啊 都是历代学者 天家上 原本的周易 连太极双鱼都没有 他只是 中国古人 用来补识的 这么一个结论 补和识呢 是上古国人 作为一种 算母的工具 那么它是两种方式 补 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 去钻这个硅甲 从硅甲发出的列文 来预测 它要占补的这个结果 来推算 是呢 是一种草 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 叫什么呢 叫蜻蜓草 用这种草的金 来做推算 就这么一个东西 中国 上古时期 是用这个股市 对未来的事件 做出一些预测 一经 就是预测 这个规律的 总结这个预测 规律的 理论的 这么一个 说实话 我也读不得 我们经常见到 有很多人说 自己精通 意 精通 连三意 精通 我能通过 通过看首相 我能预测到 你这个人的未来 甚至有的人说 他读懂了 道德经 看到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笑一笑 当个笑话听就行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在传统文化的 继承上 是有着 悲痛的这种经历 小的时候呢 我们读不到这些书 等老了以后 读了 你也背不得 你也记不住 国人历来 有一个说法 叫 素法受教 其实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小的时候 六七岁的时候 开始开梦 你去读这些 古人留下来的 著书 其实书这个东西 它是勾连过往的 一个桥梁 我们去读书 其实都是站在 巨人的肩脏 那么利用古人 留下来的一些 理论 充实自己 让自己学会 古人留下来的一些 他们发现的一些精髓 一些规律 然后再使用 科学的方法论 去探求 未来的世界 中国文化呢 没有人 可以说精通 我们的生命 都是有限的 但是不要轻而易举的 就把中国文化 就把中国文化 摒弃了 我们打个比方 很简单 就像溜冰一样 你不会溜冰 你没学过 你怎么知道 溜冰不好玩 他既不好玩 也不能健身 只能摔死人 这种结论 就太清衰 作为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人 你可以不懂 不通读 或者说 没有这个精力 没有这个能力 去了解中国文化 但是你不能一棍子 把他打死 在批评他之前 你至少要知道 他设了什么东西 那么 我们看到了 古人留下来的 这些贬迹 甚至呢 可以大致的 知道一下 什么叫义 义经是个什么东西 义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很简单 义者像 那么 中国人喜欢把 万事万物都归纳成像 圣人立像 敬义 这句话其实也解释了 中国为什么发展不了 现代科学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学者 他崇尚立像 就是所谓的归纳法 他把太阳 白天 男人 刚见 这些东西都归纳为阳 那么把它纳入 阴阳五行的范节 以此来解释 世界规律 这就是禁义 中国人喜欢总结 总结这些表象 但是呢 又不注重其中的抽象 我们喜欢做归纳法 西方人愿意做推延法 这可能是东西方的文化上的区别 那么中国人在归纳法中研究了天的规律 地的规律 人的规律 那么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等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 王阳明 他总结出来的叫天人合一 近代呢 对他很是推草 到现在 全国有无数的地方 建有他的纪念场馆 甚至台北还有一个阳明山 那么中国人 中国的文人 其实就是一代一代 在易经的影响下 它不仅影响 中国人对科学的认知 也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和审美 那么中国古代 除了人文科学这一块 人文学科这一块 其实呢 也有着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创新 我们知道这个 人文学科它总的爆发 是在先情 那么出现了诸子百家 按照单顾的说法 他总结出了九流十家 那么 吕思勉又给他 加了几 所以把他 先情诸子 就是我们说的百家 他把他 算作为十二家 这个是流传下来的 你譬如说 道家 如家 末家 法家 明家 阴阳家 龙家 纵横家 杂家 小说家 那么 素素 方济 宾书 有一些东西呢 知道一些 就可以了 有兴趣的 有闲暇的时间 再去读一读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多少要知道一点中国人 你即便是想批判他 你最起码也得先了解他 我们见到很多人 连文言文 粗通都达不到的 他们竟然能一言蔽直 说中国文化 不值一声 他们要求 取消汉字 全面拉定话 这种人呢 在五四出现的是最多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是鲁迅 他提出过一个口号 叫做汉字 不灭 中国必亡 转眼已经 一百年过去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预测 成为现实 或者说他有成为现实 许多人总是在说 中国科技落后 其实大家要知道一点 真正落后 是送以后 送以前 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 遥遥领先的 在各方面 全面遥遥领先的 这么一个老大帝国 即便是送以后 中国也出现了很多发明 只是没有人 愿意去了解他 或者说推动他 推动整个世界 去了解他 所以呢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说最近五百年以来 中国没有对世界 做出任何贡献 最后一项发明 据说是牙刷 我们发明了也有五百年 现在我们用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西方人发明 我平常用手机 上网 你得用电 包括互联网 都不是我们发明 这个我们得承认 但是你说五百年以来 中国人没有发明 对世界 有推动性的 科技发明 这个话说的很绝对 其实它是错的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发明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用了 这个砖碳 石油砖碳的技术 其实早在一千年前 这是中国人打紧的技术 中国人并不是用它来找石油 而是用它来找盐 因为中国地盘比较大 内陆地区 在国家出现变乱的时候 无法从海边购得海盐 就必须得找到吃盐的地方 怎么办呢 就往地下挖 最深的挖到一千多年 四餐有一个市叫自贡 我们知道 那儿做的 灯笼很不错 有一个自贡灯节 但是自贡最出名的 其实是它的五年 自贡历史上出现过 一万三千多口眼睛 最深的一千多目 不仅能从地下打出乳鱼 还能引出天然气 其实呢 最近五百年 还出现过一个全产 或者说 它在音乐方面 它发现了一个十二平均率 这个人是明早 很少有人去关注 那么你要用心找一找的话 中国人发明的东西还很多 都是实用性 因为我们最近 可能是轻松速 这个东西也是 两千年前的事 从中国人发明 轻松 可以致劣迹 可以致丧寒 到图幼幼把它 提念出来 那么做成现代药剂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整整还了两千年 这两千年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呢 不太爱听 因为中国 曾经 做出的一些科学上的贡献 几乎无法证实 那么我们就讲一讲 近代 人工合成流胰岛素 就是中国人发明 顺便说一下 经济酸辣 也能治虑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它有后遗症 轻松速 怎么用 历史上呢 中国文化 在人文学科 和自然科学领域 都有自己的包装 有一些 一直延绵的现代 即便人们不愿意去探紧它 但是不要轻易地否定 很少有一个政治的学者 能够完全摒弃 中国文化 我们更不用说 叫嚣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的吴迅 他一身挣的钱 都是靠用中文写作 来骂中国 来骂中国文化 来骂中国的国民性 当然了 他很少骂军法 因为他知道 那东西不能骂 少飘品 淋白水 就是这样骂事 但报的史亮才 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有一百万军队 我有一百万毒 最后 很多人接受西方的这个学术 认为法律 是整个社会公平 最后 一道屏障 可惜 史亮才 身在中国 他最后 还是被暗杀 那么我们来讲讲 中国的证据 中国有史记 他一直是一个 枪杆在里面 出政权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即便从周理上来看 他也是天子十二世 大国三世 下国一世 他也是靠军队 靠国军能够拥有的武装力量 来界定 你的社会等级 那么中国历史上 只出现过改朝换代 很少有人 能够跳出这个朝局 我们能看到 跳出来的 应该是 1905年8月20号 在东京 成立的同盟会 那么同盟会成立的时候 甚至还提出过一个口号 叫什么呢 叫做 大总统 由国民共举 议会以国民工举之议员构成之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索 敢有 地制自为者 天下共击者 这是一个宣言 他明确的要求 推翻地制 实行共和 专专言已经一百多年了 其实我们现在 还在重走 清末 限制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改朝换代 都很明确 他的原因 甚至很可笑 大多数王朝的结束 都是亡于外戚 亡于这个 立敌立宿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个 周朝开始 中国就树立了 敌长子 基层之 那么汉朝 是亡于外戚 随朝呢 他就亡于 立敌立宿 唐朝 亡于藩正 北宋 他其实 也是亡于 立敌立宿 那么到了明朝 他是党争 吉正 小兵和期 加工在一起 清朝 是亡于 欧风 梅雨 卷入 现代化 大朝以后 他没有实行 有史记以来 藩王 散突 中央 成功的 只有 明成主 这一个例子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 中国所有的 改造换单 都是社会矛盾 激化到一定程度 经济崩溃了以后 革命 它只是一个结果 其实革命这个词 也不行 我们最早看到的叫什么 叫汤武革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股市 它打掉油脂 房市 它困住白领 南领 和低阶的公务员 那么再次 它是安抚 大俄资本的 保守的拥有者 唯一的问题 是在国际市场 一旦受到制裁 贸易出现问题 中共无法在 国际社会上 通过交易 来获得足够的美元 足够的外汇 它就无法进口粮食 因为养活13亿人 14亿人 它最主要的是粮食 中国号称有18亿亩的红线 现在不管你具体留下来多少亿 每年进口的农产 大约折合6到9亿亩 6到9万亿亿 没有足够的外汇 整个操作系统 它就会崩溃 其他东西说得再美也没用 中国的现实就是这个 中国历史上有曾经可以 让我们荣耀的地方 也有现实生活中 让我们看到沮丧的地方 最可怕的 就是1949年建政的这么一个团体 他们试图用有备于中国传统 知识模式的这么一个方式 来改变中国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清醒地能够看到 他们已经背离了自己的促行 不仅没有能力改变中国 而且通过无条件的维稳 无原则的维稳 继续保住自己的位置 所以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 都是在加重民众的苦难 在延缓这个政权的坍塌 中国没有什么神秘的理由 不管是文化还是政治 它就在我们眼前 只要你用心地去看